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香菇培根虾仁炒饭 非常好吃 我们需要准备几个干香菇 然后用温水泡开 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泡软了 准备培根4-5片 然后用剪刀剪成比较大的片状 泡软的香菇洗干净也切成小丁 虾仁我们也要去皮 切成比较大的丁状 然后打两个鸡蛋 用喷雾橄榄油 喷洒在炒锅内 接着倒入鸡蛋液 然后握住炒锅手把 旋转炒锅 使鸡蛋 成为一个大大的 薄薄的鸡蛋饼 炒锅 的干萨 汁 空调炒锅 洗净 d瓶 然后用铲子轻轻的铲起圆饼的边缘 使之容易翻过来 接着铲子掀起大半边鸡蛋饼迅速翻过 马上关火 用锅中的余温烤熟反面 然后装盆晾凉 放在菜板上 先切成四半再切成丁 洋葱半个也切成丁 然后点火做锅 倒入适量的油 下入培根煸炒 油要放得很少 因为培根本身就比较肥 培根要煸炒至金黄为好 时间一长不一短 把培根部分肥肉的油脂 煸出走油之后再倒入洋葱煸炒 洋葱煸炒出香味以后下入虾仁 下入炒至红色 下入要炒的时间长一点 把下入炒熟 直至变为红色 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之后再倒入香菇 煸炒一分钟 香菇充分吸收了培根的油脂 这样味道更加鲜美 准备好饭锅中的米饭 新蒸的热米饭最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剩饭 用铲子打散米饭 把所有的饭团都打散 渐渐的把大火转为中火 继续煸炒两分钟 最后再下入鸡蛋丁 炒干饭要时间比较长 使每一粒饭粒都灼上颜色 再加入一点酱油 使之颜色更为深黄 当饭粒充分地吸收了所有菜品的香味和油脂之后 饭如果再炒出一点糊干就更好吃了 因为有培根 所以我们再加一些黑胡椒粉更入味 再煸炒 或者也可以盛到烤盘中 设置400华氏度烤至5分钟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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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